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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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識體,譬如有些航運股 大家會懂得trade的話,其實是很漂亮的 新能源相關的,國策支持的 現在10個、9個基金經理都在推這些板塊 你經常都會跟我說 去年不好的,例如是那些狗股 新一年是否又會好呢? 我發覺有些是連續兩年都很差 但今年新一年是否值得trade呢? 其實美國那邊經常說 如果之前那一年有些杜子的成本做得不好 它的息又高,下一年會做得好 放在港股就不用看息子 我也有觀察到 如果之前那一年甚至連續兩年做得好 或者做得不好 下一年逆轉的機會是很大的 你會說不是吧? 你會說不是吧? 現在好像很行的 這個中央有什麼理由譯著? 不要理會它 這個統計上又發生了 我們看回這個畫面 我們看到去年所謂星股有哪些 剛才Debbie說過 勒仔 勒仔股就是新行員 勒仔股 其實原來不只好一年 其實連續兩年 這兩個板塊都很精透 但是你說去年有部份都做得好 例如電力 甚至冷門燒鐵路 降電門炭 其實在2020年做得不好 去年都做得好 九股所謂 數落 內險內房 戶賭 內房今天都很煩 連續兩年都不行 另外有些在2020年做得好的 生物科技 科網股 物館 甚至金股 在2020年做得好 2020年做得不好 這些也是有一個逆轉 我會特別關注 是連續兩年都做得好 或者連續兩年都做得不好 畫面看到 頭兩行 頂頂那兩行 你要看到內險內房 換句話說 內險內房豪島 今年要看回 那你就說 真是搞錯 就是不可能 放棄 就是正正的 有時候大家都知道 那我就真的會留意 就是向思維 有些事情你覺得放棄 看來講來很浪費 不要忘記 之前電力股都是這些 講來也很浪費 對 航運股沒有講幾多年 我都忘記了 其實有時候就是這樣 因為 情況就是 升股其實期望是很高 每個人都看得好那方面 反過來 九股呢 每個人都免得說 看得差那方面 所以要留意 所以我們就很少看到 連續兩年好 連續兩年好 連續兩年壞 第三年都可以延續到 這個機率比較小 所以不是說立刻 一月三日 立刻逆轉 要留意今年的運動 對 尤其是 香港的基礎數 不是要立刻 是由好轉到沒有那麼好 那個跌幅都有權 可以很大 好 記住 航運 新能源相關的 連續兩年 你剛才提過 因為期望已經很高 很高 對 樂觀因素很多在裡面 小心點 會不會突然間出現一些小小的東西 其實就會有機會大調整 九股 即是沒有期望 只要沒有那麼差 有一點就可能會好 所以這個是 星而糾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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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糾轉的策略 好 看看今年會不會OK 希望明年同一個時候 跟你說 不要那個九股 已經連續三年差了 應該機率很低 機率比較低